最近小崔可是在娱乐圈和影视圈内弄得翻江倒海,而在娱乐圈内有些人,这一直是小崔不敢惹的存在。 并不是小崔惹不起,而是这些人太过完美,一身正直,几乎没有缺陷,而神受我们喜爱的著名天王刘德华,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个,早在2014年的时候,作为名嘴之称的崔永元,就被某位师邀请做访谈节目,而第一期嘉宾就是重磅明星刘德华。 当时刘德华的名号一曝出,众多观众便在电视机面前瞧手已在,节目一开场,崔永元便按行事,走了一套虚寒温暖,而之后崔永元的大胆问题就来了,直接为刘德华拔了一个大坑。 当时的崔永元直接对刘德华说,过两天我要采访成龙,但是我不好意思问房祖明的事,当时房祖明吸毒被媒体曝光滑载,你给评价一下这件事。 这个问题可是说是十分刁钻尖锐啊,要知道刘德华与成龙关系匪浅,两人在多年前就已经是兄弟关系,而崔永元在镜头前让刘德华对房祖明吸毒一事做出评论,把房祖明说好了对不住萤幕前的观众,说错了又难免让他们兄弟产生尴尬。 可以说崔永元这一个提问时相当狠毒了,因为华改改也不是,不改也不是,而面对崔永元挖的大坑,刘德华考虑了一会直接说,这个小孩出了问题,往后的日子还得让时间去验证,我们当兄弟的,我不会说的,因为你真的不能,给任何意见,这是别人家的私事,我们在背后怎么能讨论? 就算我和成龙不是兄弟,我也不会讨论这个事的,当时崔永元得到华改的这个回答,终于此时起火了,因为华改的背后的意思就是,你让我这个当兄弟的都不在背后说人家坏话,而电视机前的观众,面对刘德华对成龙儿子房祖明吸毒一事,这六次让时间是证明的评论,感到十分同,并且赢得掌声一片, 更是有网友表示,别人遇见崔永元挖的坑,要么掉进去,要么绣操作跳过去,而刘德华是堂堂正正的迈过去,面对舆论,刘德华再一次展示了他超高的情商,也用此,维护了他与成龙的多年兄弟一气,那么各位小主们,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讨论。 谢谢大家